机器放好位置 摆平 然后拿个水平仪打一下水平仪的平整度 ok 第二件事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机器 这里有一个 安全这里啊 有一个防撞 那个有绑了一条防撞带 把防撞带去掉 还有一个 第四 把电源开起来 先别插电源 先把电源开关开起来 然后 第五件事 这里 这里也有一个防撞条 防撞绑带 把这个绑掉也要弃掉啊 这个是出货之前我们防止撞到刀片啊 这个是第五件事 第六件事 上气 空气 就是说我们的气压稳定是在 我们这边气压稳定是在0.5到0.6之间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如果是说偏低了 那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那个气压 这里有个气压表啊 可以调整啊 好 这里可以调整的啊 这里会调整气压大小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设置到 这边是条这边是小 把气压降低 这边是降低 好 把它降低 看不到一般是降到0.6个压 啊 就是0.6压 这边就降低 这边就放大啊 然后 插向电源 电源采用是AC220V加用电 啊 AC220V OK 那如果我们这些准备都OK了 情况下 那我们就开机 同点开机啊 这下面是放废料的 这边是成品的啊 如果开机以后 它会发现出现一个报警 那就OK 我们来检查一下是报警是啥 报的是啥 什么警 好 我们在手动页面里面看到安全罩没关闭 哦 它这个安全罩没关闭 那我OK 故障复位 好 现在我们要来可以开机了 那我们要次量一下我们指管的程度 啊 我们要要要要切的指管程度 12667681268 OK 好 量好以后 直接把指管记住 所有的指管都要平一下 尺寸误差只能在5个毫米以内 平一下 如果OK的尺寸一样的 那就把它放上去啊 放下面去 上面可以放40条那个指管 好 1267 那我们在这个生产页面里面输入一个1267 哦 我们一般以指管的最小值 比如说可能4条里面有可能是1265 那我们干脆输入1265吧 哦 安全一点 那比如说你要切的是45宽 那我们就算出来45宽可以切27个 那最后面还有呃 40 4公分 4公分 如果你那个4公分啊 想要把它利用起来 OK 那我们就正常情况下有些人要利用 有些人不要 如果要利用起来呢 那你就要把这个呃 剩下刚好45 你这个把前面料头剩下5毫米剩下就是 后面剩下45了 料头料尾都能用 但是料头这里有个5毫米你就让它废料 因为指管不平行 哦 那OK 正常我们是给人家试的是10毫米 尾料 因为没办法 因为你的指管刚好匹配这个尺寸 有点误差 那OK 其他参数不用调 返回 返回这里面有个转平速度 我们一般是25就OK的 然后还有一个呃 我们比如说这里是没有料的情况下 我们不需要呃 按那个不下料一次 如果你上面有料了 正常情况下是不 你们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 不要上料 呃 料让它自动下来 然后比如说我们手申请器 它这个光山报警 这是安全保护作用 作用的那个报警 好 现在我们开机运行 直接按前自动 这个前自动 然后按一下启动键 它自动会下料 哦 自动下料 自动对平 OK 然后 它这里 如果你不熟悉的情况下 你可以按它这个点动 进行后按这个点动 看它切刀有没有切平 有没有切断 它另一个是料桃料尾 再按一下 点动 它是看它切 因为我们不熟悉的情况下 可以按这个功能 它是一个辅助功能 看它有没有切断 有切断 OK 再按 看有没有切断 如果有切断 OK 继续 哦 然后呢 转换前自动 它就自动贴了 哦 自动出料 哦 我们来讲解一下 有个功能叫做不下料启动功能哦 那我们就量一下尺寸1252 OK 那我们就在这里输入1252 然后 比如它在尾料127 那也没问题 那我们就把产品放上去 这样你输入的尺寸是刚好配合的 那OK 这我们这功能就可以启用 然后我们就直接按一个 返回这个有个故障以后 你就不下料启动 按个前自动 它自动会进来 就上面不会下料下来 到了位以后它自动切料 哦 自动切料哦 讲解一下怎么调节 5毫米跟3毫米的那个指管的高低调节哦 第一件事 我们在手动页面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送料镜 把它移出来 就是把它移出来 正常是按了集体以后要复位 然后才能进去哦 把这个移出来 移出来以后 这个料头 这个指管 你放到上面去 如果指管刚刚好 这样进去很轻松的情况下哦 说明这个高度是对的哦 很轻松的情况下 高度是对的 如果不是轻松的情况下 这个高度是不对 不对的情况下 它怎么调呢 调这个高低 调这个高低 啊 这个高低可以手气调它一下 稍微调一下哦 低的话 它就会说 如果你调得越低 就证明你的指管越厚哦 你看没有 现在我调低了以后 它就会下不去 你看没有 过去的时候 有点有点有点过不去的感觉 OK 那我们就要把它调深 这里有深高深低 下面有速写边时哦 有线哦 它这个也会嚼点紧 因为为了一 因为它整体传动嘛 哦 这样就OK了 哦 那这边的话 它走过来这边的 一般拿着长指管过来这边 它这里是不会碰到它了哦 这个的高度跟这里高度 正常 我们出厂以后就不用调它了 它的基底大概是三个毫米 五个毫米都能调 正常是这样子哦 如果是说 因为我们这里会比 比这两边低 正常情况下 它这里不会碰到这里来 用来我们拿一个长一点的指管 拿一个长一点的指管啊 正常情况下 你看啊 指管 塞进技巧是轻松的 OK 这边就轻松的 OK 我们高度调的刚刚好 如果是调的不好的情况下 它可能太低太高 它这个可能塞不过去 有可能是往上偏 有往下偏 正常夹头夹起来以后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这一个 所有的 你知道你调一个就OK了 所有的就不用调了啊 这样子啊 这是对的 穿过去 手这里扶 穿过去是松的 OK 就证明这个位置是对的 如果是偏高偏低 那你就稍微调整这里 如果它调的太高了 那等一下转起来的时候 它会有跳舞 你看没有 这个管它本身就变形了 变形太厉害的话 它会跳舞的现象啊 好 这个是一个尺寸 这是这样调节的 好